我要幫你們看飯 耶 你頭上的是什麼 日年土啊 你是蠟筆小型嗎 你的眉毛好長 你是一字眉 兩斤勘吉 你是兩斤勘吉 我們現在在整理哥哥下禮拜 要來去他第一次的 遺地教學 我覺得他們學校蠻酷的喔 當初會為他選這個學校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他們有 每一個學季都會有一個 不同的體驗的課程 那這一次呢 這一季的體驗課程是去爬山 爬山學 然後他們也找很厲害的那個 外面的那個 專門在辦這種課程的營隊合作 然後這一次呢 他是要就是一個禮拜 他們有一個禮拜的課程 都是跟爬山有關的 然後真的爬的話是二三四 然後禮拜一 禮拜一是什麼 禮拜一沒有心情教育 禮拜一是先 也是應該是教你一些山上的一些知識 可是 因為那一整個禮拜 欸欸欸 叫叫叫 沒禮拜 你一直爬桌子 因為那一整個禮拜 都是跟就是爬山訓練 有關的一些知識的課程 所以還是禮拜一也先上課 然後二三四就是真的爬 那禮拜五不知道什麼 慶功宴嗎 那我們現在再幫他整 準備他的東西 這些是他要準備的 我們現在也算臨時抱佛腳 因為今天禮拜六 禮拜一就準備要去 去他的課程了 然後這一次呢 這一季的就是 現在算秋季 秋季的話是他第一次就是 因為他剛開學嘛 是第一次的一地一課程 那下一季冬季呢 很酷喔 哥哥一年級就要出去體驗 第一次出去住了 人生第一次沒有爸爸媽媽的三天兩夜 下一季的課程是 單車學 去學單車 開始緊張了 完蛋了 嘿嘿嘿 我是說不能提前跟他說 你忘記了 喔不能提前講 他會緊張到要去上課的時候 好啦 你的當作沒聽到吧 我是在跟大家講 然後再下一季的話 就是先爬山單車騎單車 然後再下一季的話是 下一季什麼 爬山單車 下下一季夏天是游泳 然後游泳的話 他們可能會去海邊什麼 就不是那種 因為他們現在就有游泳課了 游泳課的話就是 每個禮拜都有一堂 一堂的話時間蠻長的 大概一到兩個小時 就還蠻棒的 因為我們之前自己 小時候那種帶他去那種 親子互動游泳課 到後來 真的要去學一些 那個游泳的話 我也是在 之前是小學的時候 去送去外面學 是最快的 所以大概一個暑假 大概就可以學會了 我之前也是一個暑假 大概二年級 三年級的時候吧 那時候就已經學會 就是蠻多課程 因為那時候真的 暑假的美式 然後就報名很多那種 永訓課 那時候就學超快的 而且小朋友在學真的 真的比較容易 像自由式啊 挖式啊 碟式啊 我覺得那時候 學真的蠻不錯的 我幫你帶四個 還有什麼 你明天要提醒我買雨衣 你還沒有 是不是 還有掃電筒 太陽眼鏡要帶喔 對 這麼酷喔 而且味光或者是 太陽太大 我去拿手電 你有手電齁 我已經很期待弟弟之後 爸爸跟他努力賺錢 以後兩兄弟要念的時候 就 就 學費很貴 可是我好期待弟弟也可以去念 因為 我覺得那學校 目前為止 哥哥念了大概 兩三個月 我覺得真的很棒 他現在才四歲 還有兩年的時間 就可以去跟哥哥一樣的學校 弟弟一定會玩得更開心 因為 我們兩兄弟真的是 個性截然不同 弟弟就是 講大大 就是他完全沒有 害怕的那個神經在他的那個 身體裡面 可是哥哥就跟我跟媽媽比較像 就是還是會 比較 呃 害羞一點點 然後 我最近也發現 其實我的人生 或者是哥哥的人生 活到現在其實 害羞其實蠻吃虧的 就是很多事情可能 因為害羞不敢講 或者是害羞不敢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會 少了很多 可能原本 應該是你的東西 或者是 爭取你的機會 但是 但我覺得 就是 傻人有傻夫 就是 不一樣的人生 我覺得 有好有壞吧 就是 我們有 單純的幸福 但是弟弟就不一樣 弟弟就真的很 很大膽 很敢 很敢嘗試 然後也 也 比較無拘一點 但兩兄弟要念那個學校好貴 我想要 現在一個 然後以後兩個 將來是三個 如果可以的話 三個他已經畢業了 沒有啊 他畢業一定是越來越貴 念書只有越來越貴 你往上面就是越貴 不會有更便宜 所以 趁這幾年 再努力個五年 想辦法存到一點錢 至少 我覺得就是 真的累積到一點 錢的好處是 你可以做的選 你就是有選擇的權利 就你 像小朋友想要念什麼的時候 念什麼書 或者是想要做 學習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都是錢 那你如果有一定的 經濟基礎的話 至少他們 提出來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你可能做不到 或什麼的 所以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所以 這幾年繼續努力一下 帶來什麼 帽子 衣服 這是 喔唷這個不錯 這個那個 UNIQLO的外套 小內褲 欸為什麼 這是多帶一套就對了 這是備用的 都是備用的 所以不一定用得到 那你們反而把你最想要穿的 都拿去備用 沒有 反正那要穿制服 對不對 妳應該穿制服 穿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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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我記得 不是以為 獅子是一個衛生紙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妳要幹嘛 妳整個禮拜 好幸福喔 以前如果我們有這種 學校有這種課程的話 應該 就會 睡不著 前一天 前一天晚上應該睡不著 就像校外教學一樣 可是它算是 就是遺地教學這樣子 就是 我們以前校外教學 可能就是 真的是出去玩 然後 學習的內容比較少一點 可是因為他們這種課程是真的 他們跟 好像跟行動思維嗎 就是也是蠻厲害的 思維行動 然後合作 所以在那過程當中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學習到蠻多東西的 就可能大自然的一些知識啊 什麼的 這就是牙線 喔 還要帶牙線 為什麼 會被樹葉 用到牙齒 哈哈哈哈 準備吃菜也是喔 咬去牙 喔 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 待產包 也準備在這邊了 最近我們家 剛好 真的是最後階段 哥哥 他刪完之後 就是媽媽準備要生產的時候了 這禮拜要就來把家裡整理一下之後 就準備要來迎接我們家的妹妹 希望哥哥下禮拜可以玩得開心 15到20升的背包是多大 什麼意思 15公司的背包 喔 什麼意思要帶背包 就是他們要背去 他們說要帶背包 15公司很大耶 誰 15公司蠻大的 15公司 其實我不知道 一瓶水600ml 我有一點沒概念 一瓶水600ml 一瓶水600ml 你整以 整以十倍啊 我想說是不是這個大小 十瓶水差不多 那他的那個啊 寶可夢數包就是15公司 他不要 他不要 你不要你的寶可夢 他神父的拿中葉的 送他的那個出去弄倉 喔 而且那感覺也拍 我也怕太重欸 你那樣爬山太重 第一天先問一下老師 不知道欸 15公司是多 反正第一天就是先 老師然後老師會檢查 他有哪裡 阿書包也要先準備著 就是全部都要準備 就是裝在書包裡 然後一起帶去學校 好啊 那你有什麼辦 你有書包嗎 寶寶的一個借你 你那個黑色那個 Youtube那個借他 黑色的Youtube OK可以啊 可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尺寸差不多 然後他的那個寶可夢的那個 可能比較 煎換他的壓力一點 可能比較好背 就不要裝太重就好 但就先給老師看看 先給老師看看 如果只有這些應該是還可以 對啊 這些沒有裝的 嗯 好了 就這樣啦 先這樣 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